12月20日90地震已造成113人死亡 782人受伤 省州县共开除一楼救助的19只667人 救护车辆99辆开展减伤分类转运救治工作 受伤人员已全部收治到临夏州及山县人民医院 中医院、富有保监院和乡镇卫生院等医院 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方面 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截至目前共临时避险转移 安置20457户 87076人 将持续做好抗争救灾各项工作 截至团队下午30人 救援工作已基本结束 我们的工作重点将转为商人就职 和受灾群众生活安置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 感谢观看